他的名字叫做历程使多 是日本最著名 也非常奇特的一位登山冒险家 他坚持到各地的征服过程 都是一个人前往 不需要任何的陪伴 更不需要任何的伴随人员 更不依赖任何的氧气筒之类的工具 他就是要靠着他自己的拼搏跟坚持力 一直攻顶上去 因此他过去大冲 他受了很多的苦头 包括在过程当中 他失去了九个手指头 但这一切 他都无悔 因为他对山野的热爱 你知道这段热爱的过程 还是当初因为一段失恋所引发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他一心都要征服世界各地的山野 包括圣母峰 但是前七次都失败了 第八次他成功了吗 最后他走进了山野 他带来的是什么样 是真正人生的胜利 还是跟山野永恒的共处呢 我们看看这位山野探险家的故事 三月日本登山家 历程史多准备八度挑战 单人攀登世界最高的圣母峰 行前他接受媒体专访 没想到却成了此生的最后一次 这趟博舍以团队随行 进入挑战过程 不料却在七千四百公尺处 历程身体不适实在受不了 五月二十号选择下山 随后独见踪影 摄影团队寻入线搜索 二十一号发现他的遗体 死因疑似是低温症 有人粉丝悲痛万分 谁也没想到八度挑战圣母峰的老手 竟会永连在此结束了三十五年的生命 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的真母峰 是他最想征服的终极目标 但可别以为他天生矫健体力过人 世上身材非常娇小 身高近162公分 体重60公斤 肺活量与肌肉量还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值 根本不是登山的体格 因此被视为登山界的异类 独处一格的还有他的登山风格 拿着小型摄影机边爬边自拍 背包上还有通讯系统 历程透过网络直播 把登山过程及时传送到全世界 出来上がりました 打破一望 登山家就是英雄的刻板印象 历程将悲欢喜乐 失败与挫折感 都与全世界分享 揭开挑战过程的神秘面纱 他称之为共享冒险 痛苦时他会说戏气话 流下悔患的泪水 而攻顶时他也会大声呐喊 最真实的心境与过程 原汁原味在网络上同步呈现 一边直播一边挑战师母峰 增加了攀爬难度 历程的坚持还有这一个 他执着不守氧气筒 多次挑战单元 无氧攀登师母峰 难度就在于他孤立无援 而且一旦到达海拔 七千公尺以上 氧气的浓度只有平底的四成 体力负担是云大考验 2012年历程四度挑战 单人无氧攀登圣母峰时 旧只指头被冻得发黑 紧急送回日本治疗 但为时一晚 只能截肢 只剩下右手的大拇指 经过漫长的复建 他重拾了基本的生活能力 一般人到这早就放弃了 没想到他三年之后 五度挑战圣母峰 一指登山架成为了他的小型号 虽然勉强可以抓东西 但是用冰符动作却不再俐落 即便又失败了三次 他不放弃 回国后不断奔走 银长拉赞住 只为了再回到这一块梦想的胜地 历程今年第八度 沾战圣母峰 不料却成了最后一次 录下这一段话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因发烧身体不适折返下山 明都久变成一具冰冷遗体 在山上的高山 在山上的高山 或许真的无憾 并如此走到生命尽头 为免低撞 更叫人不胜心虚 日本虽从此少了一位杰出的登山家 但他经历的信念 不懈的精神 并继续鼓舞着世人 征服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